救護車十萬火急前往醫院 春天男子躺在單架上 救護人員守在一旁 強烈冷氣團吸台 全台突然降溫 男子二十號凌晨四五點 突然身體不適 被緊急送醫 同一天雲林也有相同狀況 中部武縣市亮橘色灯號 迪文特報 二月十九至二十號 南投就有四件歐卡案件 苗栗二十七人天冷不舒服送醫 其中五十四歲婦人命為 雲林則有三十五件疾病救護案件 四件歐卡 彰化最多六十四人心肌梗塞 四人歐卡 中部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有十二人死亡 年齡大人要小心 毕竟這幾天是歐卡 或是八十幾歲 我聽說有心臟病高血 會保暖的腫瘍 我常常強調 我已經很好用 保護頸部甚至頭部 甚至當口罩 年齡分布從八十七歲 五十六歲長輩都有 怎麼保暖很重要 一時提醒 尤其是老人家剛睡醒 最好不要立刻離開被窩 早上起床床邊可以放毛帽 還有圍巾可以降圍 重點遮住口鼻 接著再戴上帽子 避免上半身直接接觸冷空氣 如果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或是比較緊張的時候 血管容易收縮 那血壓當然就會比較高一點 通常來講 可能氣溫下降一度的話 我們的血壓收縮壓 大概平均會上升一個毫米 全台天冷低溫容易引發高血壓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民眾 千萬要注意保暖 三星文許數位 廖宜德 張展志 謝雲珍 綜合報導